OK 然後我們直接來這邊找村莊 這就是我們做床的地方 喔刺激 各位刺激 緊張刺激 緊張刺激 我們要屠龍了嗎 幾張床啊 五張不夠 我覺得我起碼要一整排 欸我忘記帶弓箭欸各位 我這樣沒有弓箭欸 為什麼我不拿弓箭過來啊 我這樣直接打都不會死啊 雪球不夠啊 雪球不好丟鐵杖啊 鐵杖還是用弓箭比較好 好了沒辦法我們再回去好了 反正我已經記得了路 我已經把那些路 完整的記 靠腰 還是我們先開門好了啦 我們先開門嘛 開完門再說嘛 不過我們再丟一顆眼睛好了 因為我還是不放心 我們丟 這裡 我們先開門 別爆 真的是 莫名其妙 我對這遊戲實在太生氣了 真的是個垃圾 最好是機率這麼低啦 你知道他爆掉機率多低嗎 超低的欸 隔牆有眼 我們現在就是要看這裡面有沒有弓箭對不對 有弓箭我就防 沒弓箭就回家 喔 看到門了 直接挖掉 哇靠然後這個一個眼睛都沒有欸 我們留個珍珠 這個粉拿一下 這要小心喔 我不能不小心 跳進去欸 OK 我們還是只能先回家了吧各位 OK 我們可以回去了 結果我們一直在這邊浪費時間 你們懂啊 何續拿工啊 我知道你們很急 但你們先別急 你們懂嗎 你們先別急啊 我們玩遊戲對不對 我們在玩遊戲是玩什麼 你以為我們玩遊戲就是單純 呃 我們一定要贏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沒有我們就是休閒晚嘛 對不對 我們玩的那麼急 就只是讓我們休閒的時間變短而已啊 對不對 如果我們這個遊戲玩完了 我們就沒有其他遊戲好玩了啊 對不對 你們同意嗎 各位 你們有人同意這句話嗎 我放個東西啊 這個已經不知道是我們準備多多少次了 但我有預感就是這次 好吧 我實在想像不到我會輸的任何理由 珍珠袋子 如果我會輸就是失誤了 如果沒失誤100%贏 那我們劍使帶著 現在剛好早上 我們睡個最後一次的覺 直接衝去屠龍